加州立法機構現在正在審議一項新議案 個議案聚焦於AI生成的心偽兒童性剝削內容 以應對加州日益頻發的校園心偽拿照問題 提出個議案的Ventura原地檢官Eric Nasrinkel表示 科技在發展,法律也必須同步發展 社會不能容忍惡意利用AI去製作 涉及未成年人的有害性內容 今年Kalabazes高中、Beverry Hills聯合校區 和Laguna Beach高中等多家學校發生心偽拿照事件 當未學生受害 如果該議案獲得州議會和參議院的通過 並得到州長留心簽署將成為法律